快速公路這個河南用途就是要來維護行車的安全 不過在在西邊快速公路在這個新港轉行村的一家的河南 近年讓人惡意破壞 雖然公路局已經有報案了 但是到現在也沒有抓到這個方向 管理官就來要求健康要趕緊破案 同時也請公路局趕緊來修理為何到交通安全 明明應該是真正的河南 算是明顯被人為破壞 這次為在新港轉行村長的西邊快速公路 旁邊就是火雲 但是三天前被人發現公路邊萬車隊讓人被人破壞 連議員也感到震撼 當這麼多年的民意代表第一次看到公安 公安毀順公務幕府法制非常非常誇張 要求健康一定要破案 真的是很誇張一個事情 要求相關黨的冠軍去處理 議員表示路面讓我們的動機讓人想不到 但是率會造成嚴重的交通危險 要注意地保留去旁邊的追蹤 六十一路線快速道路 本地有做一個火花 三天前不然間這個火花被人卡住 事實有夠誇張 因為這是機車道跟機車在行的地方非常非常危險 被人卡住會造成民眾交通安全的危險 因爲靠近有序幕你如果沒注意一定會載下去 在這裡要求相關單位趕快把他補起來 也要趕快去抓到底是誰會毀順這個公務 破壞事件看這個公路局 幹部長已經補案 警方告現在還沒抓到破壞的人 官員要求要進出破案 在車收口給人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大眾華新媒體 檔文青行講 彩虹報道